1928年,他要向你請教的問題是 有關這十里花庫的結頭菜和肥菜 他說這個休憑一定給糖果 但是他也有噴油 有噴這個酸粒粉和雅脫銘桃絲鬆 但是呢,好像效果不怎麼樣 老師,怎麼辦? 呵呵 這個東西沒辦法 大概 我們所知道到 反正這些葉菜類或是根莊菜類都一樣 他對著十字花科 只要是十字花科的菜 因為我們人要吃 很奇怪的糖果也都很愛吃 所以在糖果的方式上 我們會給很多好朋友 可能就是為一 我們要去做的這個工作就是骨頭粘 就是說 早上小漲的時候 很多人說我都不想做那麼多農藥 這個也是對的 但是你洗澡沒辦法 自己放在後面 都會造成我們很大的一個困擾 還有一個就是說 我們在營的這個糖果 有時候它會去密集 這個糖會去密集 那個土甲底 所以 我們可能就是說 在土甲面 土甲面 就是這樣 我們在營用藥的時候 要它稍微做一個輪流 所以 然後用蘇利菌 還是說用雅脫民 雅脫民是對漏困的一個風蝌 陶石松 陶石松是一般的這個糖油 這完全是不夠的 我們可能就是要需要一些系統性 這所謂系統性的這個油 就是說這個油可以在造物的貼臺 就是說它在這個蝦館館上面 在那裡不是跟蝦館 這有時候 它去吃到蝦館 它還會中毒 還是說它甚至不需要去吃蝦館 因為它有一個轉過之後 有時候它的油會有一點點那個藥的那個蝦 所以就比較不需要去吃 不需要去吃 這當然好個就比較好 就有一個防治的 一個有這個風蝦的好個 所以一般我們在用的這個油 就是說要有一點這個異性性 這個糖油裡面 多數的這個糖油都比較沒有這個異性性 所以我們就變成說在用的這個油 稍微來給它這個做一個輪體 比如說我們這個協文葉娥 這個雅脫糖 這個你擲一個陶石松 但是沒有辦法去解決的 可能你會用這個泰分龍或是泰分龍 這個油 就這樣稍微來給它這個輪一下 就是說這個糖油一定要像滴滅靈 這個都要去輪 塞滅靈 除蟲菊類的一個油 甚至像你那樣是比較嚴重 繳繳都會有 可能要淋一支 一半刀 這個淋一支鱷夫龍 淋鱷夫龍要創什麼 讓它不會躺 它當然這個雅年 它就比較不會蓋 比較不會 這個糖油 本來我們這半也不會煮 其實是有效 但是它會在土壺底 所以我們可能就比較沒糖 那麼好 然後一半也會跑起來 所以一樣 有的人說我給它一支燒油 豆腐鬆 或是營雞 家寶婦的這一粒 要靜靜靜 我們給它一支 現在是一個很好的一種 就是說它在土壺底 就沒有 還是它就比較不會蓋 分化在它 放一些粒子 它在土壺底 土壺底的糖就比較不會蓋 因為冬人很多糖 其實是米在土壺底 晚上比較好的時候 它就跑出來吃東西 吃東西它就米在下鍋 所以有時候我們鑽魚鑽不住 鑽魚鑽不住 必須要可能就是要去利用 用這些不一樣的方式 來做處理 這樣可能還會有一點點效果 這只用這種陶瓷松 絕對是不夠力的 就是說它煮兩次 你如果煮兩片 它也是麻煩 所以應該是可以修輪 輪替用藥 最重要的一個重要 要如何在用藥的節節部分 可以修來輪替 多輪一些 這對於我們的效果會好很多 必須要去面對 因為這些東西沒有那麼容易 就是說 你說它不太簡單 大概都要需要有很多 有很多 其中不一樣的一個藥 來把它做處理 所以大致上是這樣 這個經驗 所以還有一條路還蠻長的要去走 為什麼說蠻長的路要去走 因為必須要要注意 注意我們很多 就是說它能夠 去做一個比較專門的一個風景 尤其我們對著這些零次木的節節 又從那裡的牙類 因為那個生活有藍 所以我們叫做零次木 零次木的一個 這個害蟲的節節防治 一定就是要靠這種不斷的一個 去處理它 你不說剩一個 到那裡比較好 我們大概一下子就給處理完掉了 就是說 那麼簡單 大家就很容易 來幫它做這方面的一個 所以一定要輪流去用藥 輪流去用藥 包括有的人說我一定要用藥 以外有什麼樣的一個方式 還是有的 你可以利用生物防治的一個方式 還是利用各種的一個非農藥防治 為什麼要用這種非農藥防治 這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我一定要用藥 以外我會加上其他的東西 讓他去做一些處理 因為這些非農藥的方式 通常是沒有用藥 當然就沒有抗藥性 有的人說要夠好 如果要好就好了 不太容易 所以將軍 各方面的 這些都可以適合 去來幫他做處理 最重要是在這個地方 在這裡給好朋友 先做一些參考